1964年10月31日晚上10點45分, 牛頭角景剛一名準備下班的警員受到襲擊, 身受創傷,兇手順跡逃去無蹤。 警方接報之後,馬上派出大批警員趕底現場, 展開嚴密搜索,務求緝空歸案。 香港奇案實路! 神出鬼門! 奇案靈監製! 閃昆林配音! 劉啟發提供資料! 唐靈改編! 牛頭角景剛! 是呀,壞張呀! 就夠時間了,你回不回來這裡交更? 直接回宿舍? 好啦,好啦,一陣交更我告訴他們 是呀,差不多了,我的槍也解掉了 唉,熬了八個小時,還不夠皮嗎? 你也打算早點回去宿舍救救豬吧! 好吧,好吧,好吧,一二個換吧! 唉,還有十五分鐘就能拖, 那當然要做好準備啦! 你是誰?你進來有什麼事? 你藏了什麼在背後? 你怎麼這麼多月? 別嚇我,不要走! 別走啊,別走啊,別走啊! 謀殺!謀殺! 阿順,發生什麼事? 謀殺! 誰是謀殺你? 是不是穿着黑色衣服 只剩一隻拖鞋 跑到那邊那個男人? 是不是? 阿順,糟了糟了 坦白說要立刻報警才行 阿順,你怎麼樣? 阿Sir,看你看他全身血就知道他傷得很厲害 我看著他支持不住,就立刻報警了 你們看是這麼報警? 是呀,這個是阿Sir,救傷車來的 殺戰,看這條頸傷得很厲害,很危險 拿到那邊,來,火記 不關,不關,不關 師弟,我們這個火記傷得很厲害 拍著要幫忙手 殺戰,他們懂得做的,我們不要妨礙他們 來,你過來,我和你聊 我? 來,來,來 好,多謝你打電話報警 你叫什麼名? 我叫吳廣 我就是在那邊那個油站做事的 吳廣,你見到那個火記的時候 這樣的,我當時放了工,準備回家了 是呀,離開油站之後 突然見到有個穿著黑衣的男人 拼命走 你穿黑衣的? 是呀,鞋子都沒有 穿著一隻拖鞋,一高一低地走 然後我就看到那位阿Sir在後面叫 是呀,謀殺啦,謀殺啦 那我就走過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當時,他已經傷得很厲害了 有氣武力的,說這麼快就跌倒了 啊,殺戰呀 阿陳送了去QE 那,誰跟著他? 阿林跟嗎? 是的,你見到那裡穿黑衣的男人去了哪裡? 哦,走了去佐登谷那邊 啊,殺戰呀 在警方外面找到一隻拖鞋 嗯 誒 你,是不是見到那個男人穿著一隻拖鞋? 是啊,那走了去那個可能是兇手 說不定現在還躲在佐登谷山間 來,立刻報告上頭 增派人手 大明警員協助搜查,知道 喂,前面有警察到的 停車來接受檢查 嗯,殺戰呀 怎麼樣 小巴上面那個人穿著黑衣 縮頭縮頸 嗯 開車去 誒 你去哪裏 啊 你問我啊 嗯 姐姐去哪裏 我不是去哪裏 姐姐去佐登路碼頭 那我不是去佐登路碼頭 那我不是去佐登路碼頭 你腳下那裏那包是什麼 啊 誒誒誒 別玩 讓我看看 啊 啊 喂 這把菜刀是不是來的 是有得 不是有得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我要用那一陣子就像我的 不用用那一陣子就像我的 不用那一陣子就像我的 嗯 把刀有血跡 包住把刀的布匙也有血跡 連這件衣服也有血跡 喂 你是不是用這把刀去砍個人來 我用把刀來撞雞的 什麼 你不用怕的 我身體真是雞血 你不信可以熟一下 我沒有說謊的 但是 為什麼你沒有穿鞋子 嘿嘿嘿 打大隻腳 很涼爽的 喂 你是不是從牛頭角出來的 咦 你又知道 喂 你要說清楚了 你猜中了 多沒想法 我不只在牛頭角出來 而且還住在牛頭角浩子區 有空你坐 是 你跟我下車 為什麼 我又不是坐八王車 下車 我不下車我不下車 下車 我叫你下車 你聽不聽到 下不是下 不用這麼大聲 啊 你叫什麼名字 不是我 不要請故作怪 問你什麼 你要老老實實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做王熙 熟悉中王那一王 小心更年十八歲 還未看老婆 嗯 有人見到你去牛頭角 警江 斬傷我們的伙計 你聰明就認了他 你別搞錯 我進警江想找回一隻雞 我沒有斬人 那如果你沒有斬人 我們的伙計 為什麼會受傷 又關我事 如果你們的伙計受傷 要入我的數 那天天這麼多人受傷 那條數怎麼計 哼 你想不認也不行 你的衣服和把刀的血跡 經過化驗 證實那些血型 跟我們受傷的伙計 的血型相同 好啊 你說也是 好 那你為什麼要斬他 是不是跟他有仇 沒有 他姓什麼名什麼 我都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斬他 還斬到他傷得很厲害 好啊 什麼 如果有機會 我會再來一次 喂 你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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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這樣做婚姻的醫徒牟拆 我要將你落外起訴 將你送上法庭 沙子 什麼事 剛才接到醫院的電話 說消息 阿臣終於救不回 什麼 其實他都知道自己救不回 送到醫院之後 他一醒來 他就將那個疑空的樣貌 和行空的過程說出來 嗯 他還有後悔 這麼快就解掉一支槍 如果不是這樣 那兇手很可能就不掉 唉 不過他自己也聽聽 那支槍沒有被我疑空搶走 唉 真是想不到 終於救不回 王喜今早才過了課 他會意圖謀殺 現在一陣雙重不治 那便要將意圖謀殺 改為謀殺 依存嚴重刑事案 程序起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黃喜 正說證人作供 每一句都經過全疫 你聽不聽得清楚 用不需要盤問證人 哈哈哈哈 王熙,法官大人問你,聽一下清不清楚 用不著我再講多次 你喜歡講就講到夠了 神經病,神經病 王熙,證人所講的話,你實在清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他騙什麼 不知道他騙什麼 被告屢屢答非所問 可能精神大有問題 不懂不繼續審訊 本席宣伴,押後兩星期再開庭 被告應該接受精神病專家徹底檢驗 然後決定是否應該繼續審訊 謝謝法官大人 本席看過精神病專家 檢驗被告王熙精神狀態的報告 專家認為被告有進一步接受觀察和治療的必要 目前是不適宜接受審訊 本席裁定被告王熙送入清山精神病院 直至到醫院醫生認為適宜出庭受審為止 反對,我反對 我不是瘋子的 為什麼要我進清山 我不去,我幾乎都不去 我不去 許庭 不要,我不是去 我不會去 醫生,醫生 什麼事?這次不得了 病人王熙不見了 王熙 兩年前斬傷的警察 那個警察傷得很重心死了 警方告他謀殺 法官判他進來接受治療那個 為什麼會不見了? 是不是離開病房出去散步? 不是啊 叫人幫忙到處找過都不見人 經過兩年時間的治療 最近發覺他對他人的危險線已經減少了 所以才不再把他隔離 他的情況已經很穩定了 應該沒問題的 再找清楚 醫生 到處找過了 真的不見人 這樣才來告訴你 如果不是開發不見他 都不知道他不在 今天是星期六 有警察守衛要休息 不知道是否趁機走出去 走了? 是啊 醫生 不如報警吧 好嗎? 馬上通知這班人再找清楚 證實真的不見了 才報警 那好吧 我儘管去知會他們 唉 真是玩死 出動這麼多人手展開搜索 由埃曼搜到深夜 整個青山地區都搜暈了 影都不見 殺賤 王熙這個人神出鬼沒 記不記得當年 他斬傷阿陳之後 我們在牛頭角一帶進行搜索 又是影都不見 誰知那件事居然 露出了九龍城 搭小巴去佐敦道碼頭 哼 當日告他謀殺 誰知說他神經 多少錢賤老行空商人運 入青山 就不了了之 這件事鑽還有下文 唉 玩死 其實有個這麼危險的人民 阮方應該將他隔離才是 沒有理由會放鬆他的 專家認為他的情形已經好轉 我和你又不是那樣 難道專家的決定也會錯嗎 哼 我就不知道專家的決定有沒有錯 但是我可以肯定 如果將他隔離 他就一定走不掉 算了算了 現在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既然我們還未找回他 那就要報告上頭發出公佈 呼籲市民協助舉報消息才行 最緊要講清楚 這是危險人物 盡快印海報 將他的照片印出來 除了登報紙之後 還要貼街招 哼 總之這件事都是害事出世 阿Sir 什麼事 我來告密的 告什麼密 你們警察 不是萬幸宣傳叫人舉報王熙的消息 是啊 你知道他的消息嗎 我知道 你跟我來 我帶你去見沙展 蛤 要去見沙展嗎 你看見沙展 這位阿菇知道王熙的消息 是嗎 坐吧 你貴姓 我是包師奶 住在旺角阿加路街 王熙做小販之事 就在我旁邊租了一個床位住的 兩年前 他斬傷警察被人抓的時候 已經不在我樹住了 但是他那張身份證就是一直由我保管 他沒有拿回 今天我突然接到他封信 他說要拿回那張身份證 叫我送去上水給他 那我當然不敢就拿主意了 我就來告訴你們 那他寄給你們那封信呢 看書 這封是 送去上水招勁村 沙展 你們說得他這麼可怕 我真的不敢去 萬一的瘋子上來斬我兩刀 當時我怎麼辦 我連他那張身份證我都帶來了 不如交給你們 等你們接到他之後 你就交給他 好嗎 好 這張身份證是他的 好 阿林 立刻在上台報告 派人來受招勁村 Yes Sir 這個瘋子都算大緊張了 搞到要出動這麼多人來找他 唉 那不是 九龍總部派人聯合邊區總部進行搜索 居然還找黃家空軍幫忙 昨天已經咬了一整天 拍都沒有 今天又要來 都不知道那個臭小子躲在哪兒 不單要搜人上水的山頭 就連敏感度 洛馬州 沙頭礦 和沙嶺禁區都要搜 唉 他有這麼多人力去服侍他 你說誰救他威 如果他不是一個有侵襲性的瘋子 那怎麼也不會這麼緊張 對了 聽到精神病院的手段很心嚴 他應該被他走出來 就算尖也不能碰到 那就是 起碼要知道如何避過守衛的耳目 然後才可以離開精神病院 喂喂喂 嗯 照你這樣看 你會不會有人接應他 哦 有也不奇怪 要不然 他怎麼會有這麼多地方都不去 走出去朝敬村才行 不過這樣 整條村都沒有見過一個這樣的人 不奇怪 如果收留他的人不出聲 根本就沒有人認識他 可能在我們昨天趕道去進行搜索之前 他已經離開了一條村 那麼收留他的人 更加可以什麼都不知道 唉 你如果找不到他出來 上級一定不會罷首的 唉 這次真的被他搞到我們了 有很久沒空了 唉 總之就認真好關照 嗯 怎麼這麼晚都有人拍門的 來了來了 來了 老馬 阿希 是你呀 是啊 我來探望你 有心來探望我 怎麼這麼晚才來呀 進來先 啊 先坐下 嗯 阿希啊 你怎麼搞成這樣啊 牛忌忌忌忌忌 天氣熱吧 你從哪裡進來啊 不是從九龍進來咯 從九龍進來咯 從九龍進到梨沙嶺 鞋子都沒有對 不斷穿著拖鞋 我心急想見你們啊 哦 心急到沒有空換一對鞋 會這樣呢 一早就睡了啦 在市區的人 就說夜夜都不睡 而已 鄉下地方 又沒有哪裡好去 天黑就上床了嘛 那我不去吵醒他啊 你吃飯沒有啊 沒有啊 我很餓啊 這麼晚都沒吃飯 哎 嗯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 不見這麼久都還是沒有來搭煞 哦 沒有菜啊 你坐一會兒 我去錄個麵你吃吧 好啊好啊 你快點啊 我已經吵了鼓鼓聲啊 嗯 嘿嘿 爆了 姑媽 我去洗碗了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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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先放在這裡 不用你洗 哦 阿希啊 我現在想起啊 你自從大前年來過一次之後 兩年都沒來過了 我沒空啊 你媽媽在鄉下有沒有信出來啊 沒有啊 那你有沒有寄錢回去給他啊 沒有啊 哦 又沒有書信來往 又沒有錢寄回鄉下 你一點都不掛著他嗎 我很掛著他的 嗯 我看你都是只把嘴的 明知道媽媽一個人在鄉下 已經六十幾歲了 就算不能回去探他 都要寄些錢給他才行的 他是只有你一粒仔啊 我自己也搞不定 那捱得做得 怎麼都找到兩餐的 多少偷渡出來的人 不是也是這樣啊 姑媽 你不知道那麼多了 香港地 世界艱難啊 不用做就不艱難 做宵犯都要有地盤 我被人趕做住啊 那人家不就是這樣做啊 我做不住 我沒有地方站 如果留在市裡 就會餓死 那你怎麼打算啊 我 我想回香港 回香港啊 你想清楚才好啊 說回來就回 回得這麼容易嗎 你是偷渡出來的 怎麼回得去啊 我又偷渡回去啊 啊 很容易的啊 我游泳回過華街 回去見媽媽 很習慣著媽媽嗎 今晚就來找你想和你商量 既然你決要回去了 那還有什麼好商量的啊 但是 如果要游泳回華街 我就說不好了 一來你不熟水性很危險 二來 對岸那些守衛 見到有人游泳就會開槍的 啊 為了偷渡回去 搞到連命都沒有 這樣就不行了 那我怎麼回去啊 嗯 如果你一定要回去 那我唯有醫症手續去做啦 你有身份證的嘛 那我認真要想過了 直接 但是我現在沒有做小伯 又沒有公開 你給五元我做伙食啊姑媽 嗯 好 給五元你啦 是啊 你說我牛肌粒肌粒禮人 那叫姑娘給套衣服啊 哦 看他有什麼衣服適合你 就拿套去換咯 嘿嘿姑媽 我知道你很疼我的 哎呀 哎呀 減肥就好了 哈哈 說那個瘋子在沙嶺出現 喂 會不會又是流電來的啊 但是聽說派人去沙嶺找過她姑媽 證實她真的到過沙嶺啊 那上頭根據什麼消息 認為她會躲在邊境等機會偷渡回大陸 聽說她姑媽說她有這樣的企圖啊 嗯 如果她姑媽一看到她就向警方報案 就不用搞到我們這麼勤迫了 她姑媽根本又不知道她做過什麼事 鄉下頗壞就差一點了 除了出動警察訓練員的人手 還要出動穿山甲部隊和水警進行搜索 不用問了 又好像上一次那樣 徒勞無功的 唉 總之一天找不到她出來 我們連教也沒有教訓 喂 會不會在我們接到消息之前 她已經偷渡回大陸了啊 呵呵 那就有問過她才知道 呵呵 別說她真的偷渡回大陸了 就算她躲在附近 我怕都不是這麼沒找到她出來 那就是啊 聽說她當年偷渡過來 曾經在這裡住過 熟了這裡的地形 加上她瘋得這麼混亂 如果要找個地方躲起來 不就真的有時間去找啊 唉 你個瘋子 居然搞到滿天神佛 唉 真是保她大 喂 九龍城警察官 我是 我是李沙子 哦 哦 好好 我們現在找人來 謝謝 沙子啊 有料到啊 是呀 傳聞警察官有電話來 他們接到消息 說葵聰青山道是一座未入火的空樓 發現男子屍體 衣著和樣貌很像王熙 死了 聽說屍體是餓死的 亦有可能是走投無路逼著自殺 那也不奇怪 因為我們經手抓换這個人 所以通知我們趕去幫幫忙 是的 沙子啊 我們派多少人 找多幾個曾經見過王熙的人去看看就行 是 好 嗯 原來是新建好的工廠大廈 嗯 喂沙子啊 既然大門和鐵閘都在一起 照管閒閘人等是不可能進去的 嗯 但裡面已經有臭味工出來了 顯然有點不妥 喂 沙子啊 怎麼樣 在旁邊寶星沙廠可以看到過來的 是 的確是看到我的男人躺在地 喂 是不是王熙 嗯 來得太遠了看不清楚 現在怎麼樣 是不是要找消防員幫忙破門移入 他們正在想辦法 等他們拿著主意 如果不找消防員 那就要找到大廈的業主拿鎖匙開門進去 嗯 喂 喂 沙子 劍先生 他們找人爬高踢爛了窗門 爬進去就已經開了鐵閘了 那就可以了 喂 要不需要找消防員那麼勞思動眾 不用了 啊 喂 喂 沙子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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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一下 因此進去拿你工備 好 喂 喂 喂 這個人是 在旁邊看來可以看到他躺在那裡 怎麼搞的 誰是王熙啊 對了 這個是白夜宮來的 哪是王熙啊 有鬚的 很難頂 喂 你見不見 他手腕有傷痕有血跡 可能是活脈自殺的 哦 這樣就要通知兇殺組派人來看就行 看就好 先說 好 你們看就算對嗎 哦 是 工廠大廈那件事已經有了答案 喂 喂 那死者是什麼人 這個樣子也是道友 不是 那個原來是工廠大廈的看間 哦 看間 難怪他可以寫入裡面 原來他自己有鑰匙 那倒是 工廠還要入伙 根本沒有人出入 難怪死了那麼多天才被人發覺 是啊 如果不是搞到臭氣昏天 我看沒有人知道 唉 我們也不知道還要吃多少個炸糊 才找到那個王熙 那就是了 你看 大舉出動進行搜索 別說了 單是報錯信而已 搞到我們撲來撲去 都不知道多少次 是啊 是 最令人提笑皆非的 都是趕去柴灣那次 那次 邵杰灣警局接到消息 說有個刺足王熙的樣子 那年輕人躲在柴灣新區洗智大廈 於是就如臨大力賀昌實彈 逐層搜索 突然找到那個樣貌似王熙的年輕人 原來那個臭小子在大廈裡的天台追龍 是 北沙姐說真話 那個臭小子都被嚇到他的腳趾了 是 總之一天找不到王熙 難免會有類似的烏龍發生 這個臭小子也算害得我們慘 哎呀 說過了 是這麼尋風大雨 哎呀 今晚怎麼都沒有八點揹著貨 回到九龍城了 哎呀 不是還說小販好過什麼 哈哈 哎呀 正是日沙雨淋就犯事了 哎呀 好運啊 哎呀 哎呀 西京無神好像今晚那樣 倒水那麼倒 哎呀 以為縮了進來樓梯底臂一臂就可以扯了 哎呀 誰知道居然落這麼長命的雨 上車又懶 看怕今晚都要在這兒過夜了 嗯 幾大幾大了 哎呀 一如在這兒蹲一晚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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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埋一角不會阻止人上落的 哈哈 幸好是工廠 放了工 哈哈 沒有什麼人上落的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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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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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我全身出色 好像下風雞了 咦 怎麼這個人好像這麼熟臉那樣 啊 我生氣了 生氣了 周圍都貼了他的照片 說他是危險人物 叫人一見到他就要報警 這個人叫做王騎 啊 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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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騎也是了 看你落到什麼時候 有本事就落到天亮 最多問不及 我看個地方更加 啊啊 上去就行了 好 好 一遇痛至定峰 走來捉雞捉他才行 咦 現在又不能去啊 這麼大雨 又這麼晚 啊 雖然這樹來深水埗警察局不是很遠 但是背著貨去到 什麼東西都濕透了 而且又不敢擔保 那個百分之百是王騎啊 啊 我手遇了樹 如果他回來 我一定會知道的 好 走到天弓 才去報警局 啊 啊 啊 哎 哎 哇 好像剛才欺負 你怎麼這麼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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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見了啊 昨晚我明明上來見到 他縮在那個角落頭上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見了呢 難道在我睜著眼睡的時候 他走了 不過沒理由啊 我那人這麼醒睡的 如果他經過我身邊 我一定會知道的 為什麼呢 啊 啊 難道上了天台 不是啦 立刻上去看看才行 如果仲在樹呢 那就立刻要報警局才行 啊 啊 你的確肯定 就在上去工廠大廈天台的確是王熙了嗎 看他的樣子就好似啦 像得你們貼出來的那張照片 那張海布一樣的 嗯 你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他是在做什麼 不是天台樹 度來度去 我一看到他在處 只會報警局 嗯 那就是說 現在他還在不在天台樹枝 那當然啦 我沒有在處看殺他的嘛 嗯 哼 希望這次不會白行一次 在哪裡啊 哎呀 糟糕了 為什麼不見了人啊 難道真的扯了 你是不是眼花看錯了啊 不是啊 阿Sir 我的而且確見他 來來來就就就 就躲在處而已 度來度去 不知道多自由淡定 我只是去報警局 在這處而已 那現在人呢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他有手有腳 我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走了 啊 你看 啊 對面那座大廈 有個人坐在天台石坡 啊 阿Sir 啊 啊 哎呀 那座工作大廈 那座是第三座來的 你怎麼知道 我雖然在九龍城住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都在深水埗做小販的嘛 對這次的環境我熟悉的 嗯 是第三座來的 阿Sir 你馬上去對面 跟他打個交道 嗯 記住 他神經病的 坐在一個位置很危險的 你一定要小心 千萬不要刺激他 萬一搞出什麼意外 那時候不得了 好 哎 整晚都下雨 真是心煩 哎 現在好了 早知道好天了 見到太陽 心情也好些 對吧 兄弟 哈哈 對了 你做成行的 小販 哦 那好天就要開檔了 來 弄個煙子 哈哈 多謝 不要動我 不要動我 你叫什麼 黃熙 你叫黃熙 你叫黃熙嗎 幸好 舖都出來深水埗 哦 你也算神出鬼沒 這次還不抓你進青山 神出鬼沒 是由盧念國 恩錦華 楊廣培 金剛 陳森 何文邦 康偉明 黃德傳 莫沛文 陳武燕 李錦 葉佳 馬淑球 朱雪梅聯合播出 下次節目時間播出另一個新故事